2020新北灯会有五大特色 除了有新北石井主灯之外 还有日本青森睡魔与大仙式的指风船 还有2020科新北学子与市民的手绘灯笼 欢迎大家2月7号到3月1号 到新北大都会公园来赏灯 新北灯会今年主灯新北石井 由国宝及灯石林建儿老师设计打造 呈现新北的在地特色 新北石井非常具有在地特色的这个 主题来做设计 那有南山福德公、哈罗地的土地公 还有我们地坛吊桥、平溪天灯 以及我们的茶壶山 还有野柳女王头、淡水渊码头跨港大桥 最主要今年的一个主灯 是我们林建儿老师 给我们创作的新北石井的一个主灯 包括我们平溪天灯 包括我们的十分瀑布 还有我们的新北大桥 还有我们的淡水的渔人码头的一个大桥 等等的一些创作 把它融入里面 来这个灯会来欣赏这样的一个新北的一个主题 这次灯会有五大特色 除了呈现传统文化特色 也加入了国际元素 邀请青森睡魔以及大县市的指风船 才会登龙参展 希望创造更多吸引力 那今年的特别的地方 除了原有的我们中国的原始的 我们传统的文化的一个灯节以外 我们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我们的青山的一个睡魔祭 青森的睡魔祭 还有我们的秋田县的大县市的指风船 这些都是我们新加入的一个国际元素 目的就是希望让我们的灯会 多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那今年是2020年 所以我们评选出2020科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因为2020代表2020个的新月 那我们2020新北灯会现场就会有DIY的手作体验 就是手柜灯笼的体验 长达120公尺的彩绘灯狼 是由上千位市民参与制作 打造了2020科彩绘灯笼 其实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六颗 这个十二颗的灯笼 这个也是从我们29区里面 挑选了我们这个十二颗的 这个在地特色的灯笼 都是我们地方达人的一个创作 那我们在灯会现场也会做展示 吉祥如意 家经熟悉 好 哇 太棒了 吉祥如意 家经熟悉 清美灯会是视觉的饗宴 首度开放的露天咖啡区 还安排了手作体验 想获得西色宫加持的月老红线 2月14号西洋情人节 可以到灯会指定地点打卡 想要求轰炉地土地宫的发财金 记得农历2月2号土地宫圣诞时 到灯会来划归 我们有准备一个大的行归 只要能够划归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 南山福德宫的发财金 相信得到这发财金 今年就可以发发发 这个归非常大 新美灯会热热闹闹 多采多姿 详细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民政局的网站查询 记得方箭 凯西美市采访报导